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深圳最大的机场 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位于深圳的保安区 机场于1991年10月正式通航 2001年9月18号 深圳黄田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距离深圳市区32公里 为4F级民用运输机场 是世界百强机场之一 现在去机场非常的方便 直接坐地铁11号线往壁头方向 坐到机场站就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航站楼的二楼 看到好多人在盯着这个屏幕 一下子也吸引到了我的注意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清晰的屏幕之一了 由中国移动5G网络支撑 一般乘客下飞机以后都会经过这个位置 所以很多人过来接机的时候 都会看着这个大屏幕 确保他的朋友已经出来了 这些是刚下飞机的乘客 每个人要扫一下身份证 现在是特殊时期 所以大家都戴着口罩 而且国际的航班比较少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 评论 点赞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次拜拜